好回到国内60年前发票您见过吗 这是北区国税局花了半年时间 搜集台湾曾经发行过的300种发票 有趣的是其实早年发票上面都印有标语 像是这样的标语而是这个非常敏感 打回大陆去消灭共产党 这是现代的发票 这是60年前的发票 左一行打回大陆去 右一行消灭共产党 还有这张驱逐恶寇还我和山 这些印有反攻大陆标语的发票 都是民国38年政府过千来台时期所发行的 觉得很有趣啊 然后因为还有消灭共产党 打回大陆去觉得很有意思这样 因为统一发票发行了一夹子啊 然后觉得已经过了60年了好久哦 北区国税局花了半年时间 搜集了300种台湾过去曾发行过的发票 经过了一夹子的时间 这张民国24年发行 全台湾最古老的民间发票 还是用毛笔书写的 把旧的档案把它活用了以后 变成说有价值的 也能够让纳税一个人 有一个增加资税的尝试 从毛笔写 原字笔写 到现在的电脑列印 一张张都见证了台湾财税制度的历史轨迹 这边现在点着风高玉林 桃源长不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